那我们把最高等当以几率 你要把count变成几率 所以你的count上已经变成是几率之类 你的count都变成几率之类 这种除以distribution的东西就最会变成这样 那被你几率质疑以后 我们是有一些背景是 不是皮肤颜色 对不对 这些背景不是皮肤颜色 就是这些杂讯 那这些杂讯也去除掉 举例来讲 这是一点点 然后把假设是5%的地方 我讲的是我的经验 5%的地方 就不要理他 应该是杂讯 所以只要5%的地方我都不理他 应该就是 就不管他是什么颜色的 我就不要理他 不是皮肤 不是我要的 就小5% 就是只要小5% 我把它当成利益 所以这也会很漂亮 那这样叫training training结束 你这样收起皮肤颜色的training 到此再结束 所以他是有training process 那这就是你的 ground truth 这个东西 我再讲一遍 这个东西 立刻的也拿来用 只是看你怎么用 有paper 看过了 那东西蛮不错的 那用在哪边 都是最后输出那边 我讲的 最后输出 它用soulmax 对不对 你最后输出是soulmax 你最后输出结果 这是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这个 保留原来distribution 面积当地点 跟soulmax一样 面积总的地点 取代soulmax 取代soulmax 取代表面 但是我这个case 是用最高点当地点 但是我这个case 你也可以这样做 就这两个都可以取代soulmax 对不对 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 都可以取代soulmax 看你怎么用 那这是 我读到那是很好的配合 所以很多东西都看了 看你怎么用 搞不好你改一改就可以 变成你的硕士 或博士 博士的处理 好 那我们再去学 但是我们这样training完以后 他开始做test 那test 那test就回到那一边了 他说假设 鬼章image进来了 test的image进来了 test 这是test的image 那你的手在这里 大拇指 辨识这里 抓手 往上 往下 这个辨识 你那个开车 开车可以这样摆 往左摆 往右摆 这个得够tracking 有没有在教 这个得够tracking 这边 这边有片很好的 penshift open cva 就是blasky blasky blasky 为什么intel 在intel 剩下 应该够tracking很好的 tracking的配合 他发明了 penshift 好 我们回到这里边 那这里要说要怎么做 怎么做 因为你不晓得皮肤颜色在哪里 不晓得 所以就把每一点 每个点 都投入到这个运动面去 所以每一点都有距离值 那这个就是那个摆设那张图 下面摆设那张图 你会看到一点一点点的 他就把它变基率图 那他这里是 他刚那个paper 是把基率1.0变2 就是这个基率图 基率图 他把一点点 变成2.5 灰界值2.5 那基率能于0的地方 就变成 可以黑 所以这是黑色 那这是白色 黑色 白色 我家里有多东西吗 看你会不会用 最近 我上堂 昨天也有讲 最近在做那个 运动场馆 学校 在做那个全大运动 上这个运动 中正堂 跟那个 也有吃 那我们细部 那我们先是负责 也有吃 乒乓球 我做的 18年天就做了 那现在乒乓球 所以我就给那个 体育实案的群聚图 那我们这个实案 因为二十五层 我们副校长 以前放球过 小的 青大戒掉过 所以这个 有一个 没有计划 我们不随便 接计划 我们跟青大的 体育师合作 他们做射箭 还有做那个 他们也做平衡球 那我们是做 我先是做 因为他们 他们说 没有人敢做 我就做 条路 因为皮膜都已经做了 所以 我就做那个 可是我射箭不知道做什么 射箭不知道说不行 我就接着做那个游子 那我们要买同一颗射箭 因为我们后面 会是加士达在做产学 下次加士达 加士达 加士达的时候我们需要 需要跟加士达合作 那加士达就找个厂商 跟动望 那就是 我们要归一个 这一秒钟 160 frame 跟一秒钟 160 你要拍摄比较快速的 我 那时候有电报公 以前 就你们的学长做 我们是 乒乓球大概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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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 乒乓球大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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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支我们去找14万多 那一個時候我開的 我大概120到120吋這樣 然後就長 他上漲在2CMG來 賣多少 345 32萬 2CMG32萬 清不到就買兩隻 明天說去買左右兩杯子 買兩隻就開始做了這樣子 到我這邊 我把它拒絕掉 2CMG32萬 可以做到什麼 很高檔 我要拒絕 所以我就去 通常規格我開的 所以我就去找我配合的廠商 他說4萬多 我們配合廠商 所以我就買兩顆 買三 買三顆攝影機 你也給我一次 室內只要25公尺 要1 服務要3支 4萬才現在 12月裡就蓋好了 我們要6支這樣子 25公尺要3支 就4萬 然後我去聊天 我說為什麼賣好貴 因為他那個攝影機後面有很多 那個影像主義的東西 我待會再跟你講一下 很多影像主義的東西 所以最主要包那個SDK 包一個SDK 要30萬元 前面鏡頭 應該差不多4萬多 整個包起來要30幾萬元 我說那親到有什麼奶奶渴 就30幾萬元 不是親到有錢 所以他需要那個 影像前處 我待會講影像前處的東西 那影像前處就是我們 很喜歡的 當他就光線處理 那影像前處 他說我那些工能都有了 比我早就有了 比他們還厲害 所以我們就用4萬多元做 所以T和3、4、12 120万 3、4、12万 120万 120几万 30万 我们3、4、3、12、12万 差十倍 就做了 所以我说软件很重要 这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蛮重要的 那再来是real time 我只讲real time很重要 那我们那边上 我在CNU学到很多real time的期许 那配合我也跟你讲 用以前学长的call sauce call看 哇 用到这种real time 那real time 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你现在越来越不会 就是要用组合语言来写 组合语言 我不想现在自动性能在叫组合语言 所以你要做到real time 有些语言是要组合语言的方式 就像我简单讲除了 就是你现在不是讲除了吗 除了多少就全部都训他 训他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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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的话 还帮到没有人 他再也是 一个是演算法 有一个人 就想说 我会政策 你这里这么多人 我找政策人员 人员政策 那如果直接用一般的演算法 去政策人员的话 那么多人员的话 你速度的很慢 那我用皮肤颜色先撒过一次 那只针对有皮肤颜色的地方 再去确认这里面是不是有能力 因为有时候像这些 这些啊 旁边的梦头的都是皮肤 这也是皮肤颜色 一个皮肤颜色 那就 但是会无盘 会造成无盘 所以 皮肤颜色并不代表是能力 所以是先用皮肤颜色 少量过一次 再从皮肤颜色里面去政策 是不是有能力 那皮肤颜色政策的时候 我们知情前做的时候 就做到10个mini second 一张影响 那现在这个皮肤颜色政策 一两个mini second就做了 速度很快 那另外一个 也是最近发生在我学生身上 最近跟那个厂商大老板 我们上场的 meeting 那我学生做的时候都说 厂商 因为我没有事先 没有忘记一个提醒 那学生刚刚跟你讲 我做一年纪念 说我做完了 一秒钟做了一个东西 高兴把他做完了 然后厂商没有一个人笑 就说 哇 这么晚啊 所以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如果是在电脑视觉 目前 因为我教电脑视觉 电脑视觉 基本单位是33个mini second 是一个单位 为什么 因为33个mini second 就是30个mini second MPS 这是要real time 所以人家问你说 你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做real time 可是你的东西是不是30个mini second 就是要real time 就是意思说你一张 你这样33个mini second 你这样做 这是基本要求 在视觉上 才不要燃 但是我们如果要欺骗 欺骗眼睛的话 眼睛 我们大部分戴眼镜 我们大部分戴眼镜的人 眼睛都被 就是已经受伤了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你如果眼睛好的 就是30mini second 那眼睛比较不好的 就是10个mini second 就是不管 就是你只要10个mini second的话 很多人看不出它是 有lag 有延迟 有lag 所以现在real time 有时候 你会把它放 换成10个mini second 可是你的速度 只要 10个mini second 就是100mini second 一张以上是100mini second 你要完成 我们讲real time 严格的话 是33个mini second 放快就是100个mini second 就是说 你眼睛看到 就是连续的 second rate 连续的 看不大触感 但是这个像 眼睛厉害的 像我常来看 我像戴眼睛 但是我看得出 这个有时候累了 因为我一直不是运到 被看的 所以我不要知道 但是 但是我没有在看也是 会看得出来 就是continue 所以让你知道一下 我们讲的 很多那个 演算法的 加速的技术 一个是要做那个 跟组合园配合去 组合园的概念 用西语言来实现 所以西语言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到现在 西语言还不会被改变 那现在我得担心你们 因为系长老师 系长老师 大部分都是读完博士 就没有合作几年了 一直在读博士 所以现在 我们系长的这一层都 今年很多课程都开始大改了 所以不许吧 大改 我没有再介入了 你们的课程 今年之前的这十年是我用的 我用很多 我把它改 我是改的 那后面就没有介入 然后现在又被改变一些东西 OK 那回到我讲的时候 上西语言很重要 因为西语言为什么重要 目前为止 所以我怕你们是学 Pathom就有什么原因 那导师大部分的 威胁成语不是很厉害的 读博士并不代表会写成语 讲大一点是这样子 那你们十年前的西佳佳 是我教十年的西佳佳 那时候是说 他们就说 反正西听不懂 到下学去学西佳佳 林老师会重新教了吃西这样子 所以以前是做西佳佳 他画一个月时间教完西再教西佳佳 那所以西上很重要是 西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它可以跟硬体 越地接语言 它可以跟硬体做结合 不用组合语言来写 不用西来写 所以它可以跟硬体做结合 第二个是它可以做一些组合语言 相同的事情 做weop 给家属做weop 这样子 所以西上目前还是 你要跟硬体结合 要做weop 那Python是什么语言写出来的 Python是新加加写出来的 Python底层是新加加 Python底层是新加加加 Python底层是新加加加写出来的 这样子 OK 我讲的是那个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这个最好看 西跟西加加上还蛮很重要的 OK 好我们回到这一边 所以这边变成你每个屁手 你每个位置屁手 你都要拖延进来 看你的基率值是多少 再回来这里 所以对你每一点都有基率值 那我说越 那基率值我们要怎么显示 其实刚刚那个刻板的形式 就是他越摆就是用恶物显示的 越摆比较基率值越高 越黑比较基率值越低 这样子 那这上来 这个基率值在砍一刀 在砍掉 假设 假设 你能0.6以上才真的是皮肤颜色 那0.6以上就把它当成不是皮肌 0.6以上 就是这个随熟 所以说连接值随熟 所以说连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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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连接值 不是确定值 那我的经验可能连接值 连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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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一做的话 他真的没有做 他这个是 那个 后面那个杂讯就去除掉 他后面有多杂讯 你知道砍掉一刀 那个后面杂讯就 那剩下就是 剩下就是死人皮肤颜色 那这个动作 你把这个pajure回来 pajure下来 把激励 激励质再拿回去 激励质拿回去 这个动作叫pajure pajure pajure 这样子 在课本里定义是 你把每个hsb的值 不是rg hs hs 的接下来 那把这记忆词拿上去 那这个 拿上去这东西 那拿上去这backpajure 然后接下来 然后再拿回到backpajure 这样子 那一样你这个值 也可以认识到 飽和度的进去 所以实际上 你每个pixel 都会有两个 基因词 那当然是以h的词 h的词 h的词 那你hs的词 也可以cut off一个 那这个最后就是 你的真的皮肤 你的色的词 这样子 所以histogram本身 也是变得比基因的 基因就是likelip likelip的方式 所以就套为bass bass 那我上次提到的是 那prior到底是什么 prior真的是 看你怎么定义 就是出现的位置 我讲的 你这个讲解说 我出现的位置在哪边 的基因词 那有一个是同级 这样子 大概是 是这一个 那这是1d的 1d加1d 这个case叫1d加1d的 1d加1d 所以你把两个基因词 取回来以后 再取交集 一定要大于1.0 另外2.0 假设0.0 就and h要大于0.6 and s要大于1.0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 直接在2d上面做一个h 一个s 然后这是基因词 这第二个方式 h的话就一样90个b 那s1.8 它是1.8可能最后60个b 就好了 所以就变60个b 那你在这个2d方面 看那个基因词 这是2d的 那我说这两个打得比较好 我通常是用这1d加1d速度比较快 2d速度就比较慢 所以我习惯是用速度快 就是我刚讲training 是training当然比较慢 你training完以后 你只要 你在做那个test的时候很快 就是test 只要这一点 丢下去 取去一直回来 那整张做完 一个mini second 为什么快 因为这是变成一个lookup table 这是1d加1d的lookup table 所以这个怎么真的叫lookup table lookup table 对 lookup table 所以你身上建立lookup table 是一个机率的lookup table 这个在我们在做研修上 还是长了一个lookup 就是lookup table training完塑集资料 就是lookup table 那你知道任何一个抖面的东西 丢起来 你马上把个个部门的值抓回去 那整张影像做完 就一两个mini second 就做完 最让快 那这样的话 你做有点偵测 无形中就加速 加速很快 这边有 给大家讲 所以这个章就讲完了 那我们下一章讲那个 进行给我 看过 再看不见了 这其实 这样子 对 是 學 這一章講一講 下一章 所以我們前面 我們到前面為止 就是以2D的影像 Temporary Match 為主 我們一直圍繞 我們在第六章 第七章 五 六 七 八 五 六章 最主要講的 Convolution 第一個就是 Convolution 那 Convolution 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找出它的 Edge Bounder 的地方 不是要去雜訊 feature 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講的 Histogram 那個是 Texture Domain Texture 是 灰階之後 RGB 是 那現在 Texture Domain 又多一個就是 RGB 加 B Dex Domain 3D的 所以 3D 這邊沒有講 就是 RGB 這只 Color Domain 再加上 Dex 這邊多一個 Dex 也是可以這樣去做 這都可以用 Histogram 的方式來做 不是用 2D 的 Temperature 來做 這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 講是講這個 Shape 就是這種 Shape 的方式 它是這樣 Contour 那 Contour 對 那一台的東西 我剛剛沒講就是 我們講 Feature 的 Gradient 那一個 Histogram 也可以根據 Gradient 上禮拜有講的 用 Gradient 的方式來做 做完 Edge Texture 以後 把 Edge 的東西 投到 Histogram 其實 Edge 的東西 可能你的 X 走 就是你角度 Theta 因為 Edge 有兩個 Information 所以我們也選一個是角度 Theta 一個是 Theta 的方向 一個是大小 Megnative 所以 X 走是 Theta Y 走是 Megnative 所以 Histogram 方式 好 那我們回到 Contour 這邊 那第八章 Contour 這裡 有一個很重要 在這個章節講的 是讓它背後有一個 我們知道叫 Linked Studies 的東西 Linked Studies 的東西 Linked Studies 的東西 我們在學那個 西家交信 有個 Point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這樣很重要 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 Big Data 的需要 Storage 的 Big Data 的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做 中學 Deep Learning 的話 都有 Big Data Big Data 的話 都需要 就是 Big Data 的 Process 都需要用到 所以你們到時候如果去工作以後 有遇到要處理 Big Data 你等一下會來 可以回來稍微參考這個東西 因為它會幫你建立 Tree 訴訟 Tree Tree 的圖 那我幫你講老師 他應該當時有個叫吧 就是 Big Data 裡面有一種 就是建立那個 Tree 的圖 樹狀的圖 那個又跟機率有關 所以 memory storage 這 secret 就是 那 Point 那一直指 就是像我們排隊一樣 排隊一樣 那這個目前用的比較有挑戰性 也成功的地方 就是你的 Google 的 Earth 那個 Earth Maker 吧 那個地球 你要想一件事情 我可以看它整理地球 可是我開始 zoom in 的時候 我要選個點 一直 zoom in 一直 zoom in 它為什麼可以即時大 周遭的影像抓回來 抓進來顯示給你看 快速的抓回來 它不可能是把這裡面 假設一千萬張影像 都放在那邊拼起來 然後讓你 zoom in 可是它不是這樣做 它是在背後裡面 有一個那個 Lickish List 它都指標指好了 那當你切入某一點的時候 它就你的 每個 Lickish List 它就切掉從這一點開始 那你 zoom in 它就把旁邊的要把它淋進來 所以它就知道 你的視野裡面 它要把哪些影像 抓進去哪裡 看 因為你的 fear of you 你的 view 就只有那個螢幕這麼大了 但是這個重點是速度要很快 所謂什麼 Lickish List 那就是這一張 裡面跟你講的 那這個 它幫你寫好了 我們有用版 版好的 我們以這個為例 以這個為例 以這個為例 它先定義 定義說 假設外面那一層是 是要 是最外面的 所以用 H 用 H H H是後 H是後 表示說 這個實體的白色地方 裡面有兩個洞 這一個洞 兩個洞 所以它定義 最外層 最外層 這是一個 contour 整張影像最外層叫 contour 它用 C 因為最外層就定義成 C0 就是 C0 它裡面有兩個洞 矩形的洞 所以第一個洞它定義為 H00 另外一個洞是 01 它最外層用一個 digit 來表示 這個很重要 我一直講這個很重要 當你有 big data 的信息 你在 big data 裡面在命名 檔名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 命檔名的時候要學它這個東西 然後所以這個洞就變為 一個是 contour 一個是 H00 一個 01 然後這個 H00 裡面 它有一個 裡面有一層是屬於 contour 它就定義C 然後它有第三層定義三個零 第四層就一個 hole 因為四個零 右邊這邊 因為它是 01 開頭 這邊是 00 開頭 右邊是 01 開頭 所以它裡面的 contour 01 以後再加一個零 也是第三層就三位數 第四層用 H 所以 H 你就知道它是屬於 contour 或屬於 hole 我現在提醒的是 你要學會定檔 我們以前在台灣的學校跟美國的這些明星大學 我這樣收集我覺得很大的地方不一樣的是 你們的收集 data 只要是超過100 你們就唉唉 以前唉唉叫不好 收集100個 要收集100個以上的 data 就是以前千尾單位就唉唉叫 還要去定檔這樣子 那 我不是說那邊什麼 我是經驗分享 那我們在那邊一去 就是一萬每一位單位 要收集100個以上 到像我們實驗室那個做人員偵測的 因為我們做完都可以到商業行為了 那收集自己百萬回單位 百萬再點 那我之前做人員表情辨識 可是大概是那時候是 Label 要自己給他們Label Label一萬多 所以我花了半年時間 在Label那些表情是你自己開始 一萬兩千多 每一筆都要去點 點那些片這樣子 回到這一邊 所以這些檔名變很重要 然後可以快速搜尋 那所以第四層就是四個點 但是你看這也是 這一邊是連一開頭 所以這邊都是連一開頭 那是H跟C 那你這樣定義完以後 你要建立它的tree圖 這是它tree圖 所以這個樹狀土 我們事實上在Graph Graph Graph 是一個Graph 是很重要的 那這麼多 上不止這 這 比較有比較什麼 Forest Rainton Forest Rainton Forest 是比較有名的 Rainton Forest 這個如果你往這邊走的值得學 Rainton Forest 那它會跟Dictonin來PK 有些人用Rainton Forest 有些人用Dictonin 有些人用Dictonin Dictonin在做這些動作 那我們事實上 比較直覺的是用這一個 這些都是Tree圖 Tree圖的方式 那我們比較直覺 用的是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 這也是用Tree 樹狀圖 這圖就是一開始 最後就是C0 比較跟我們腦海比較直覺 那另外一個是H00 所以這邊是00 就是剛左邊的那個H00 H00的東西這邊 所以要H00 H00 H00 那每一層就是兩個0 三個0 四個0 那右邊是另外 右邊這一邊 所以右邊你這樣看這個Tree圖 就看到 它有個大 所以上面是 就是有總共幾層四層 這邊總共 這四層這五層 那五層 最下面有兩個洞 兩個Tree 兩個H00 這個Tree圖是比較 我們比較可以 就是跟我們的 然後比較可以接受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建立 那這個你畫完以後的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你要建立你的linked list的東西 一些程式要是linked list的東西 這樣子 那linked list最主要是這樣 是說假設這個Tree有100萬筆的資料 那我點 我只要做 我點進去 如果需要你快速搜尋到這筆資料給我 你怎麼快速搜尋給我 這是我們在做那個Tree的目的 就像你在世界大地圖裡面 你點一點 它怎麼快速的幫你把整個這一點開始放大 把周遭的影像全部打進來 就是它事實上 它都有建立這個去圖 那Facebook為什麼 朋友人在Google人在Facebook Facebook為什麼會有你 它就是從這邊開始 它從你的影像 想辦法去幫你搜尋你的朋友 搜尋那些東西 就慢慢進去 它不會只有一個去圖 它有一個去圖是可能跟你的學校有關 所以我們在做搜尋 以前做那個Yahoo搜尋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搜尋引擎 Yahoo為什麼被Google打敗掉 我的朋友 有些朋友從Yahoo就跑到Google去 Yahoo為什麼被Google打敗掉 一個重要觀念是 它就有一個去圖 它就有一個搜尋的東西 Google不一樣改變 Google是不改變的 所以你們有Google搜尋 找Paper就用找Paper的搜尋引擎 你知道嗎 你要做什麼 就做不同的搜尋 所以它變成不是一個general purpose 它就開始 所以後面又產生什麼 那些什麼力量的那些東西 就是它只針對某些 purpose 你的需求去做建立這種去圖 所以這種去圖 你會不如只有一個 也不要去混合那麼多 你還沒那麼聰明 那它有在做 它有在做什麼 它要開始了解你的生活習慣 你懂我意思嗎 它建立很多去圖 一開始就是Google打敗掉 是因為它建立很多不同的去圖 那Facebook一樣 你會根據 你是有時候看你點的什麼東西 要幫你把它建立起來 那現在下一步他們已經在 裡面已經有就是說 我明明只放 拜訪過一次 哪一個什麼東西 它就開始廣告 就開始進來給你了 對不對 那就是在幫你建立去圖 它這邊上有不同的去圖 廣告這些廠商去圖 去圖 那你只要點 只要你點在這裡 才發現你這個有興趣 那這個相關的興趣的資料 它是有建立去圖 它就把你的 你自己有的指標 立去圖 它就把你的指標 把這個指標 點到 指到你那邊去 所以這邊相關的資料 就點到你那邊去了 它就把這邊相關的資料 丟給你 所以Facebook Google 它單單在賺那些廣告費 廣告搜尋 就賺很多錢 你要提供你相關的資料 那我是講說 這個東西在Data mining Big Data的搜尋非常重要 尤其是像醫學的DNA那邊 是要往往這邊走 所以去這種東西 我們職工的人真的要去 但是我說這個要搶 你要學會Biggest List這個東西 你以為這個概念就做不出來 你看看 那這個講完了 自己再看 它有分水平 它是有 它是有 我說你可以用它的Library 它有分水平連結 垂直連結 上下連結 這樣子 它有去做這個 這裡講的Sequence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連結的方式 這樣子 另外是以上每個人 每個人 現在他們在搜尋我們 搜尋我們資料 這些大公司在搜尋我們 就是你的行為 他現在也許從小時候 都開始搜尋你的資料 所以變成 這是去的root R-O-R-T 和一個root 那root 包括假設 一個是我的買衣服的喜好 這個去 這條去購區 買衣服的喜好 我都常看的車 就買車子的喜好 就把你點點過去 會做這些 我常來搜尋文章 就搜尋文章 所以像 以我來講的話 我搜尋文章還蠻厲害的 我買東西 買那個Shopping我都很笨 所以我都不找我助理說 幫我一下 所以我太太跟我講說 你幫我買一個什麼 我訂什麼在這裡 你幫我用一下 這樣我不大會 我都不怕來跟助理講的 助理幫助我一下 Ska不清楚 這怎麼去 是蠻笨的 所以我上 對於Google Ska的人 比較懂 其他我就不大 不大清楚 所以 他是會真的一個喜好 這樣去用 另外他現在用更厲害是說 假設我藏 就是說 他會誤判 假設我藏 替我買一個什麼東西 最後會變成什麼 變成我的喜好 那不是我的喜好 假設我都幫他買內衣 都變成我的喜好 你內衣 那等於是我也 對啊 那變成我的性別 那種 興趣又不一樣 他有時候會搞鬼 所以有時候你還是可以欺騙你欺騙他 他認為我是 我一方面比較特別的 社群廣東 對不對 因為我是男生 他會跟Facebook 所以他現在不是什麼都會幫你連結在 他上一次在調查你的心理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我講到要 我們要講contour的東西 那contour的東西 這條路可以走 因為這還需求很大 網路需求很短 然後再去個localized的東西 因為 他們發展在沒有 他要想辦法去localize 台灣的市場 大陸的市場 這邊市場很多都需要 localized的人來做 因為每個人喜好 跟每個區域 還有文化上的差異 OK 我們回到這邊 那這一台車子 這是前面有幾個 這一台車子 那我們怎麼把這個車子的 contour 記錄下來 怎麼找這個contour 那他這個編排方式有點 不搭配 我先往後面 這個是246頁這邊 就這台車子 我怎麼把這個車子的路透 把他dable出來 這台車子 你當然 你如果用Edge Detection 但不會那麼漂亮 那現在重點是說 我怎麼把這個路透 裡面有些重要一點 因為我把這個路透 如果我記錄下來的話 記錄下來的話 那就Edge 可是這樣很多詐學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個方式 不要記那麼多Edge的東西 就有點像壓縮一樣 只記錄它重要的點的位置 這裡最重要的是 我一個車子 一個東西 我正在contour 可是我只要正在它 幾個重要點的位置 那他怎麼做 那第一個是我當時做完Edge Detection以後 我去找這個 這一個contour裡面 最遠的兩邊在哪裡 我去找這個contour裡面 因為我每個Edge的位置都知道 我去找最遠的兩邊位置 就這兩邊 那再從這兩邊 這兩邊的一條線 這個open series讓你寫好 你知道 速度還蠻快 你看起來速度很快 那是要速度很快 你在contour edge裡面 找出離這條線最遠的一點 那他找出是這一邊 你就把這裡刮一點 然後再來找出 第二大的 就是這一條最長的線 左邊的 就是最遠的點 然後另外一邊 又找出另外一邊最遠的點 就這一點 所以這裡面就產生了 那一樣 我們再從 任何一條 就這邊邊緣 任何一條線 找最遠的點 因為contour一定在最遠 所以就 最遠就在這裡 所以就找到這一點 那所以同樣道理 這裡又找到最遠的點 就這一點 所以每一個邊 邊他都找最遠的點 最後就找到這些點 這樣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為什麼跟剛剛講的去有關 因為 你如果這樣用H做完的時候 因為你要電視這台測試 你用這個H做完的時候 就太多一點了 H蠻多一點的 你有一輕更的點 那我能不能用 不要那麼多的點 來呈現這台測試 就是用剛剛那個方法 你找到這個 我大概 下次再講 我不要先跟你講 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這樣做完以後 他可以建立什麼 他可以建立哪個 他可以建立H software 我們先下一個 我待會找到這個 他要建立H software 然後他可以做rotation 它的選擇 選擇